网路媒体The Messenger 报导美国政府正准备台湾的撤侨计划 报导引述不具名的美国情报官员指出 这个计划已经进行至少六个月 不过最近两个月因为紧张程度升高就更积极的做规划 最开始是去年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美国政府认为需要检视相关计划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简报时被问到相关问题 表示没有迹象显示目前台海情势需要重新考虑相关政策 但他也说美国政府会确保针对任何的紧急状况做好准备 报导说相关计划仍在规划中包括如果要撤侨可以撤往哪里 以最近几年乌克兰阿富汗还有武汉的例子来看 美国国务院会先呼吁公民在还有一般商业客机营运的情况下尽快离开 之后看情况才会决定需不需要政府来包机协助撤侨 那报导也说台湾的地形主要机场都在面对大陆的西半部 也可能会让撤侨行动更加挑战 这次披露消息的是一个网路媒体的Messenger是在上个月才成立 那么今年三月也有报导说AIT发出撤侨通知 当时AIT也回应说是提醒美国公民要为地震灾害做好准备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